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追捧的应该是唐代的楷书和唐代的狂草 唐代的楷书呢 素来有这种楷法极则 为后人树立了楷法 特别是这种公楷 也就是书写的非常公正的楷书的法则的一种完全体 也就是说后人在开法的从法度方面 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更加提高和更加深入的去挖掘的地方 而是在一些独特的结构啦 更加灵活的用笔啦 等等一些方面去创新 而从法度这方面 在唐初或者说唐代的圣唐 到了中唐 颜真卿 刘公权那里就已经把公楷的这个法度发展到了极致 那么在草书方面呢 唐代张旭 怀素所为代表的这个狂草书 是把草书的字形放大 夸张 给这个后代以书法为一种艺术表达的方式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那么 凯书和草书也是令后人印象最深刻的唐代的时代风尚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整体的大环境之下呢 李庸 我们后世也称他为李北海 是因为他曾经担任过北海太守 所以以这个官名来尊称他 那么李北海呢 他传世最多的作品 既不是楷书 也不是草书 而是一种接近于像《生教序》这种形楷书的作品 他本人的书封呢 是从王羲之 特别是王献之的风格 再又加入了一些类似于卫背的这种雄强刚健的鄙视 解体方面呢 也有一些扭转中的平衡 形成了自己比较独特的一种行书风格 而对于后世呢 他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虽然他的名头不像二王 不像这种像颜真卿等等人那么大 但是呢 后代学他 从他这里参考笔法的人是数不胜数 后面我们会具体介绍 那么李庸曾经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言论 叫做 似我者俗 学我者死 这句话呢 看起来是非常夸张 非常的惊人 似乎把后人学习书法这件事彻底给堵死了 但是呢 他其实本身是非常有道理的 他作为我们后世学书人的一个警戒 一种警醒 是告诉我们如何去学习前人 如何从前人那里汲取养分 而又不是一步一去的追随前人 无法写出自己个性 在这方面给我们了非常重要的启示 那李庸本人呢 他自太和 他是江夏咸宁人 也就是今天的湖北咸宁人 刚才说到 他曾经担任过北海太守 所以呢 北市人称为是李北海 那么北海这个位置呢 是在我们今天的山东的东莱青那个附近 也就是包括了像青岛啊 蓬莱啊 等等 比较靠近渤海的这片区域 刚才提到 李北海是初唐到盛唐年间的人物 那么唐代的书法家有很多 那对于唐代书法家的这个 所活跃的年份呢 包括我在内 也经常会觉得有一些混淆和不清楚的地方 所以呢 我做了一个唐代书家的 生足年的柱状图 这样呢 可以让大家更加清楚地看到 唐代的书家 他们相对地活跃的年份之间的一个比较 在这中呢 我还包含了 李世民 顾泽天 以及李隆基 这三位唐代比较著名的皇帝 以及像李白 杜福 李昌尹等 几位比较有名的诗人 与这些书家进行一个参考的对照 这样呢 对于大家学习和了解 唐代书法的一个传承的脉络 希望能够起到一定的帮助的作用 那么这样我们能看到 欧阳巡和于世南 他们是同一个年代的 而之后呢 陆简芝是比他们小一辈 陆简芝也是于世南的这个外甥 关于陆简芝 其实我就经常把他认为 是比这个年代更晚一些的人物 而后来呢 像楚遂良 是于世南的弟子 李世民呢 也是曾经向于世南学习书法 后来呢 把楚遂良是奉为上师 后面这位是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个神龙本兰宁序 的书写者冯承素 而这条红线 红色的虚线所代表的就是 唐代建立的年份 618年 而冯承素呢 刚好是在 这个前一年 也就是隋朝灭亡前一年出生的 而之后的人就都是唐代才出生的 武则天是624到705年 而欧阳通 我这里边打信号的 都是对他的生族年有一定的疑问 不太确定的人物 但是呢 因为欧阳通其实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出生日期 这个625年呢 是一个后人推断 但是由于他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书法家 所以呢 即便是有疑问 我还是放在这里 在后面 是写书朴的孙过廷 然后呢 这位薛纪是有一个所谓的出唐四家 也叫唐代凯书四代四大家的这个欧与储靴的这个靴 在后面 贺之章 他有小草术的孝经 传世 那么和孙过廷一样 也是从这个初唐到盛唐这个过渡年间 比较著名的书法家 而中少经 我们了解他 都是因为这个灵飞经是所谓的中少经写的 当然呢 实际上这个百分之八九十的可能性 应该不是他所写 但是呢 还是因为这个灵飞经 我们对他的名号有所了解 而李庸呢 他出生于六七四年 足于七四六年 他正好是处在这个唐代的这个中前期的位置 后面我们看张旭和玄宗李隆基的出生年份 基本上差不多 而再往后 像李白 杜甫 他们中间加着徐浩和颜真卿 他们都属于圣唐到中唐这个年代 因为圣唐和中唐的分界线 我们一般认为就是这个安史之乱 他们也都是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动荡 再之后呢 我们熟知的还有怀素 他的出生年和足年其实也是有一定疑问的 这里面呢 只作为一个参考 到了中唐甚至接近晚唐呢 最著名的书法家有这个沈传诗 以及和颜真卿齐名的柳宗全 再往后呢 有这个杜牧 李商隐 都属于晚唐 而到了最后我包括了一个 我们一般认为是五代的书法家杨宁氏 而实际上呢 他是出生于873年 而唐代最后是907年灭亡 所以呢 他的前半生是在唐代 而后面经历了五代的战乱 对于唐代的书家的传承 有一个简单的了解之后呢 我们回到李庸这里 李庸刚才说他自北海 而李北海这个名字 就让我联想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我们大家可以尝试读一下李北海这三个字 尤其是语速比较快了以后 你会发现你实际上并不是读的李北海 而是要么是李北海 要么是李北海 这个就牵扯到汉语拼音里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音变的现象 因为当两个后以上三声字 也就是汉语中所说的这个赏声字 连读的时候 前面的赏声字就会发生一个读音的变化 由三声变成两声 而且呢 在这个这种现象里面呢 还分成几种不同的情况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要了解 要描述这个现象呢 我们首先是要引入一下 这个汉语拼音的这个音调 它的调值 而这件事呢 是由著名的语言学家赵元润 他所发明的一种描述方法 汉语拼音的这四声呢 我们可以把它用一二三四五 从低到高五个调值来描述 一声就是最高的调值 一它整个这个发音都是在最高的指上 而二声 一声就是我们所谓的音频 二声是阳频 二声呢 是由三到五 一声可以写为一到一 二声是由三到五 啊不对 音频是由五到五 阳频是三到五 阳频比如说 台 它是由一个比较低的三声 第三个音调 还升到 第五个最高的音调 而三声呢 是经历一个转折 三声称为上声 它是二到一到四 比如说 里 它是由 一个本身就比较低 的二音起步 里 一 先降到一 然后 抬到四 像北一 也是类似 海 也是一样 而四声呢 则是 五到一 四声呢 在汉语中称作 去声 比如说 下 它是由最高的五 直接降到最低的一 实际上我们在 读拼音的时候啊 读汉语的时候啊 这个三声的读音 是非常微妙的 就是 即使说 不是刚才我们举的这个 在两个三声连读 的过程中 它其实也是有一个微妙的变声的 在音频 阳频 去声 甚至轻声的前面 这个二 一 四 其实它也不是发完全的 比如说 大家可以仔细想一下 如果我们念 北京 其实念的也不是 北京 而是 北京 那么实际上呢 在这个连读过程中 我们就把 二一四 京是 五五 给它 简化成了 二 一 五 五 再比如说 在阳屏 像这个 语言 我们也不是读声 语言 而是 语言 也就是由 二一四 三五 简化成了 二一三 五 另外比如说 在 四声之前 土 地 我们也不是读成 土 地 而是读成 土 地 把这个 二一 四 五 一 简化成了 二 一 五 一 土 地 而当 而这些呢 都是一个 比较微妙的变化 当我们 两个三声 联读 情况就会发生一个 更加剧烈的变化 比如说 两个 上声联读的时候 像 水果 了解 领导 我们就会把它 两个 二一四 简化成 一个 二声 刚才说了 二声就是 三 到五 加上 二一四 不是 水 果 而是 水 果 其实就是类似于 水 果 也不是 了解 而是 了解 就好像 聊天的聊 解决的解 了解 和了解 读音是完全一样 领导 变成了 零 到 这个是最普遍的 两个上声联读 会变成 二声加三声的情况 而 更有意思的是 这个两个上声 第二个读 轻声的情况 而这种情况呢 下面有两种 完全不同的读法 比如说 请老师给大家 讲一讲 这个 讲一讲 连起来呢 就是讲讲 别人夸你的时候 你说 哪里 哪里 比如说 这位小姐 这里面呢 讲 理 解 这三个字 都是读成轻声的 讲讲 哪里 小姐 而这种情况下 就像我刚才读的 第一个字 我们实际上是变成了二声 就是讲讲 哪里 小姐 也就是说 是二一四的三声加轻声 变化成三五的二声加轻声 这是一种情况 而第二种情况呢 在一些不同的词汇中 比如说 姐姐 奶奶 耳朵 马户 这类词中呢 我们就不能 按照刚才那种读法来读 比如说 如果还是按照刚才那种 第一个字变成三声 而第一个字 由三声变成二声 第二个字 还是轻声的 就变成 姐姐 奶奶 听着就好像是 不会说天津话的人 学天津话的那种音调一样 耳朵 马户 这就完全不像话 而是应该 还是第一个字读成 三声的这种变声 也就是实际上 还是三声的感觉 再加轻声 姐姐 奶奶 耳朵 马户 这种词呢 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自己读 就很容易分辨出来 但是呢 如果仔细想想 这两种读法的差异 还是挺有意思的 再往后呢 比较有意思 就是三个 或者以上的 赏声字相连的情况 这个情况呢 就相对多一点 第一种是 这三个字 前两个字 是一个语义 像展览管 手写体 洗脸水 这种 前两个字 是一个字组 后面再加上第三个字的情况 这种呢 就可以把前两个字 都读成二声 展览管 手写体 洗脸水 第二种情况 第一个字 是一个字组 后两个字 是一个字组 比如说 纸 老虎 米 老鼠 有 理想 这种情况呢 通常 通常 既可以把第一个字 不变 读成三声 纸 老虎 米 老鼠 有理想 也可以读成 纸 老虎 米 老鼠 有理想 在口语化的过程中呢 都是没问题的 但是呢 有一些情况下 第一个字 也读成二声 会引起一些奇异 比如说像 尤其是在姓名中 李长长 如果读成李长长 就跟这个 黎明的李 有奇异 不知道他姓什么 像鲁小姐 鲁小姐 再比如我们今天的 李北海 还是黎北海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第一个字 还是尽量 把它读得 圆满一些 读成三声 最后一种情况呢 就是这种 三个字 它本身 分别都是独立的 没有说那两个字 是一个字组的情况 这种常出现在 外国的翻译字 的地名 或者名字里面 像索马里 卡塔尔 这种情况呢 就按照 第一种 三个字 前两个字 都读成二声 就可以了 那这里有一个例子 种马场 羊有五百匹 红马 这种情况下呢 种马场 种马是一个词 所以这两个词 都可以读成 二声 种马场 羊有五百 五百匹 那五百是一个字组 也就是可以读成 五百匹 好母马 那好 是一个 可以认为 它是描述母马的 你也可以认为呢 是好母 好母 分别都是描述马的 所以呢 既可以读成好母马 也可以读成好母马 下面这句话呢 是一个比较臭名昭著的新闻 虚构的新闻句子 大家可以自己去读一下 尝试一下 体会一下 那么扯完这个 跟书法完全没关系的 汉字读音问题呢 我们来讲讲李庸的书法 李庸的书法呢 它最大的特点 是开创 并且发展了 背课的范畴 在李庸之前呢 基本上我们看到的 时刻的课碑 或者穆志明等等 都是用楷书或者正书来书写的 可是李庸呢 他非常的自信高傲 所以呢 用自己的行书这种 通常看来不是非常端庄正式的书体 来书写碑文 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 这个碑呢 是李庸的李思逊碑 他是为这个 李思逊 所做的 一个神道碑 神道碑 我们之前讲过 是描述这个人 声庭 丰功伟绩的一种碑文 他的全名呢 我写在这里了 唐顾 云辉将军 又魏大将军 赠秦州都督 彭国公 是岳 昭公 李府军 神道碑 并续 非常长的一大段 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云辉将军 这个李思逊啊 他是一个武职官 这云辉将军呢 是一个散官的名字 他是用来表示级别的 这个级别是从三品 但是呢 并不代表这个人 他具体的职务 相当于是一个偏向 荣誉类的头衔 可能是跟这个人的俸禄有关 那后面的这个右五位大将军 则是表示他本人的实际的职务 右五位呢 是唐代当时所设立的十六位之一 这个十六位都是 都是进军护卫的部门 右五位大将军呢 是一个右五位的最高长官 他是正三品 李思逊这个人呢 他不光是一位将军 并且呢 他在画史上也是非常有名的 待会我们会介绍一下 他的画史方面的贡献 我们后面都比较好理解 赠秦州都督 是说他去世以后 追赠他为秦州的都督 彭国公 国公也是非常高的 非常高的官衔了 是约昭公 给他追逝为昭公 李府军 神道碑 并续 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呢 是李庸写过的另一个碑 叫李秀碑 同样也是写给一位 云辉将军 李秀 这个标题比那个还长一点 他叫唐顾云辉将军 左抱涛位 左抱涛位和刚才的右位类似 也是十六位之中的其中一位 义辅中郎将 义辅呢 是指下设在左抱涛位中的一个机构 那他所认的是义辅中郎将 这个呢 就指的是 就是说他担任的 并不是左抱涛位的 像刚才李斯迅一样 并不是左抱涛位的 长官 而是下设的义辅的中郎将 辽西郡开国宫 也是一个 他是一位郡公 比刚才李斯迅的这个国宫要第一个级别 上驻国 李辅军伸到被定序 李庸所写的这个李秀碑呢 他从 笔法到这个客宫到保存的状况 都不如李斯迅碑精良 因此呢 在学习的后人的学习的过程中也是没有李斯迅碑如此的受重视 李斯迅碑是李庸所保存到现在 这么些 背客中 他的保存状况最好 也是客宫展现最精良 最比较能够还原李庸本身写作状况的一个背帖 可以看到他的整体的书风是非常的硬朗俊秀 并且呢 在一些的部位非常的夸张 他是从 以他 节字方面呢 是从圣教序入手 但是呢 在很多地方都做出了非常有个性的夸张 待会儿我们会举例子来具体的说 刚才说到李斯迅呢 是 不光是大将军 他还是非常有名的画家 但是由于年代比较久远呢 我们目前能够保存下来的李斯迅的画作呢 也不多 很多也都是传说中的作品 李斯迅和他的儿子李昭道 这里我们能看到李昭道 并称为大小将军 大小李将军 他们这一个画派呢 是继承了随代 展子前的青绿山水的风格 展子前有一个著名的游春图 存世 但是呢 近年也对于这个画作是不是展子前本人的 有一定的争议 明大的董奇昌呢 他本身对佛教禅宗非常有研究 于是呢 他就以禅宗的这个南北之分来比喻李斯迅 和与他比较接近时代的这个王维 称李和王呢 分别为北宗山水和南宗山水的奠基人 这个北宗山水就是李斯迅 李昭道他们父子这一路山水呢 是偏向青绿山水的这一个画派 而南宗山水 王维的那一派呢 则是比较偏重 李末 但是呢 当然了 这里的这个南北 我们刚才也讲到 它是一个借用禅宗的说法 来做的一个比较抽象的比拟 并不是实际上地理位置上的南北 李斯迅他本人是我们今天甘肃兰州附近的人 而王维呢 是今天山西运城附近人 我这个 还特意去查了一下他们在尾渡上的位置 发现 这两个地方 你要真是严格来说 还真是王维的偏南一点 但是呢 维度好像就差了大概一度 所以呢 你要硬按地理上来分 说他们是东西 还比较合适 这幅图呢 也是传 是李昭道的明皇姓属图 而上边还是 永远不会缺席的 乾隆的 提字 这幅图呢 是保存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 你用另一个 名声非常响亮的碑 就是这个 路山寺碑 这个碑呢 他的写的解体 相比于李斯迅来碑来说呢 更加的自然灵动 所以很多人呢 把它视为是学习 李卑海最好的一个 入手的碑帖 但是他的 一个非常明显的缺点 我们能从这里边 也能看到 就是他的碑刻的保存状况 不是非常好 所以呢 碑他的面目 比较的模糊 显得没有 如果看用笔呢 没有李斯迅碑那么清楚 在这里呢 也能提到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就是啊 有时候反而是这种面目 不是非常清楚的碑 在于 在老师 或者说在 那些书家看来 反而是比较 好的一个学习的范例 而像李斯迅碑那种非常清晰的 他们反而认为 有时候并不很好 那把这件事再推广一下 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认为 学习一个书家 学习他的墨迹 反而不如学习他的碑课 来得好 比如说 学习二王 很多人 学蓝亭旭 而我们去问很多老师呢 他们就会反而是会认为 升教序比蓝亭旭 更好 再比如说 学灵飞经 我们有这个灵飞经 四十三行的墨迹 这个墨迹 是非常的精细 我们可以把它放大几十倍 甚至上百倍 都能看到它非常细节的签丝 写的是 精道之极 但是呢 我们很多老师会认为 学习墨迹 不如学他的渤海踏本 更加有利于进步 而渤海的这个踏本呢 相对来说是 距离墨迹 稍微远一点 它不光是很多细节 丢失了 而且呢 从用笔到节字上 甚至对于墨迹 也有一些的修改 另外再比如说 有一些老师会不建议去 尤其是初学者 或者自学者 去学习这个志勇的签字文 认为他里边的这种 签丝和引带过多 等等吧 这种现象 但是呢 这件事 当然也不是极端 越模糊越好 有的被完全模糊 没法看 也是没法学的 那这件事呢 我觉得就好像 拍照 尤其是自拍一样 你学习墨迹 或者说看墨迹 就好比用一个 一百万亿像素的 一个摄像头 来自拍 并且呢 什么滤镜都不佳 这样拍出来呢 虽然是细节 非常非常到位 每个毛孔 能数出来 有多少个 但是呢 最后呈现的效果 未必就是最好的 为什么现代人 这么喜欢用美颜 他就是有的时候 有了一些朦胧感 去掉了一些 过于精细的细节 反而能让人 对于这个面目的 整体的把握 更加的到位 能够去掉表面的 那些细节 抓住整体的脉络 那么尤其是对于 初学者和自学者来说 如果上来就去学习 那些非常精细 细节 千丝引带 都看得非常非常精细的 那些墨迹 或者课功 非常非常精良的 背课 那么 非常容易就 沉迷 陷入那种 对于细节 过于执迷的追求上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这种走火入魔 而去忽略了 他用笔上 结构上 体式上 等等的 大方面的 这种状况 因此呢 我们往往听到这种 有很多老师会发表 说这种什么什么什么 不可学 什么什么什么 看一看就好 我们也应该理解 他们的这种 思路是什么 我们到底 为什么能学 为什么不能学 而学一个帖的时候 到底是要学什么 这个是 我们不论 什么阶段 都要去 思考的一个问题 接下来呢 就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 李背海是 怎么样从 佑军 王羲之的书封 继承和演变的 这些呢 左边都是 圣教序中的字 而右边呢 都是 李庸的字 可以看到呢 比如说 从这个君字开始 他们的这个 运笔 整体的这种走势 还是跟 王羲之的字 出入不大的 但是呢 还有一些 非常明显的 个人的变化 融入其中 整体上 他 李庸的这个君字呢 就好比是 右边有人 给了他一拳 让他整体 往左下方 有了一个 非常明显的 势头上的 清洗 比如这里 出来 这个点 往这个左边走 这个横 也往左边 延伸 而竖呢 也形成了一个 弧度 好像他承受了一个 来自 右边 或者右上方的 这么的一个 巨大的冲击力 让他的体势 发生了一个扭转 一个偏移 但是呢 我们乍一看这个字呢 还是会觉得 他的体态 很平衡 虽然有一些扭转 但是并没有 让他倒下 好像是一种 非常矫健的 一种身姿 而像这个道 他把 同样 我们如果 拿起笔来 描一下 就会发现 他的运笔的 整体的走势 就是在 望希致的字的 基础上 进行一种 夸张和放大 头上这有两个点 把它拉得非常长 非常高 距离非常远 连下来 同样的 好像是 受到了一个 势头的冲击一样 斜势也非常明显 左边变小 右边放大 走织呢 也是往左边倾斜 他的这种 把头放大的 这种体式 在他的字中 还是非常常见的 包括 这个夹字 非常高的旗笔 这个点 点得非常长 整个这个宝盖头 占据了这个字 超过一半的空间 从纵向上 本来宝盖 其实是一个 并不是占据 纵向上非常多空间的 并且呢 横向 也拉得非常宽 然后下方 非常收缩 形成了一个 巨大的反差 五字 也是把头部 放大 拉得非常高 整体 是一个 是一个 往左下方 延展的 这么一种体式 而柿子 则把他这种 心高气傲 舍我其谁的这种 霸气体现的 体现的是 淋漓尽致 这个上去 整个这个树 一树冲天 把他的 这种气魄 发挥的 非常到位 那么整体上呢 他这个 头部放大 整体向左下 倾斜的这种 风格 是在二王的 基础之上 发挥出了 自己的个性 这个也为我们 很多初学者 从圣教区 入手之后 去创作 写出自己的风格 提供了一个 非常有用的素材 因为二王的 因为王熙之的 圣教序 包括二王 一些其他的作品 他们的风格 都是偏向 中正平和的 那么如何 在这种 中正平和的 风格掌握之后 去求 去求变 去写出自己的 不同的样子来 不同的面目来 那么李庸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例子 李庸的书法呢 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那么在 他的 在他以后呢 也有很多著名的书家 学习过李庸的书法 或者说 从李庸的书法中 吸取了很多的营养 比如说 像同为唐代的刘光泉 他的字呢 右边我们看到的 这个是他的 子丝撒帖 这个字念 撒 他又叫做 年衰帖 在这里面呢 就能看到 挺多像李北海的 这种字的痕迹 比如说像这个 放字 汉字 情字 拖字 等等 而到了宋代呢 像 像我左边放的这个 米符 他也 曾经多次 去仿求李北海的真迹 然后呢 拿过来 仔细的学习 当然米符 这个人 我们之前也介绍过 他是一个 嘴上非常傲娇的人 他对于前代的书法家 会经常有各种各样的批评 甚至是讥讽 但是呢 等到了自己写字的时候呢 多多少少又会去 努力的学习前人 比如说他曾经说 李北海的字叫做 向炸腹小民 举动 举强 但是呢 从另一个角度讲 有一句俗话叫 褒贬是买主 喝彩是闲人 他这个 各种给前人挑刺 但是呢 却还是用尽手段 比如说他买入了 李庸的这个当时 有一个帖叫做 多热药割粉帖 并且呢 在帖后还提了字 说叫 彭雀黄黄 才高气方 润分玉盈 秀逸春方 极尽赞美之词 来夸奖李庸的书法 并且呢 在他的这个 宝尽阴光集中 还曾经记述过 他来购买李庸所书的 这个圣和帖的故事 他花费了非常多的钱财 以及用非常多 非常珍贵的画作和书法 来购换李庸的这本帖 之后呢 又用臂肩来临写 说自己达到了 和李庸书写的无意的 这种相似程度 可见呢 米庸本人对于李庸的字 还是非常珍视的 并且呢 我们通过读米庸的帖 也能看出来 他在二王基础上 加入了自己这种 跌宕起伏的 左右扭转的这种笔试 也和李庸这种 在二王基础上 丰富 左右幅度的这种笔试 有异曲同工的地方 而不光是米庸 在宋斯家中 像苏氏和航廷间 他们的字 如果大家 临习的过程中 也会发现 他们的用笔 很多和李庸 也是有相通之处的 而到了元代 最著名的 学习李拜海的 就是赵孟甫 赵孟甫的字呢 很有意思 他的前期和后期的字 相差非常大 这里边的这两幅图呢 都是来自于 他的秋星八首 当然实际上 他这个秋星八首 并没有写完 他在后面的 这个落款里也提到 是有一个朋友 拿了一卷纸 让他给他求字 但是呢 纸短 仅得其四 就是这个纸太短了 最后八首 只写完了四首 子昂提 那么前面 我们能看到的 赵孟甫的写的 这个封和后面 这个是在四十年以后 重提 重新的这个字 写了一个落款 这两个字 这两幅字的 风格差距非常明显 前面的字呢 就是比用笔 非常的雍容温婉 而到后面呢 就多了非常多 方笔 刚毅的地方 而后面 他这个四十年后的重提 就能够看出非常多 李维海用笔的影子 那么后面 我们从很多记载中 也能看出来 赵氏是在 赵氏是在 他的 后期 在李维海上 下了非常大的功夫 包括赵孟甫的 大字 像比如说 他的 凯书 像那种 陋世明啊 比较有名的那种 胆巴碑啊 写起来和李维海的用笔 是非常接近的 这讲到赵孟甫的字呢 尤其是他的前期的这个字 其实呢 他的这种字的面目 是和他们宋代的这个 宫廷字的面目 是比较接近的 那所谓宫廷字呢 也就是宋代他们 因为他是宋代 皇族赵氏的后裔 我们拿一个 宋高宗赵构的字 来对比 欣赏一下 就能够看出来 他的这个字和赵构 是有非常强的关联性的 赵构本人呢 他也是学二王志勇这一路 而从他以下 形成了南宋 乃至到这个赵孟甫 元朝前期他们 赵家宫廷字的 这么一种面目 而到了近现代呢 学习李维海的人 那也就更多了 至少我们从资料上 能看到的也就更多了 因为毕竟古代的书家 流传到现在的数量有限 那即使是这样的情况 我们刚才也能看到 非常多的大家 都是学习过李维海的字 到了近现代呢 像左边这个是吴昌术 他的这个大字 在这种硬朗挺拔的 这种面目 和李维海是有非常多的相近 而且也有记载 他是明确的是学过李维海 右边这三个字呢 都是齐白石 白石老人的书法 左边呢 是一个长的条幅 右边呢 非常有意思 是因为齐白石 他是明码标价的卖画 所以呢 他写了很多便条 贴在自己的门上 这个写的是 卖画不论交情 君子有耻 请赵润格出钱 也就是说他 你别不要跟我讲价 我是明码标价 绝不讲价 右边呢 这个是 凡我们客 喜寻师母 请安问好者 请莫再来 就是你们 找我串门的人 凡是喜欢找这个师母 请安问好 套近乎 好像不管是什么目的吧 是为了套交情 找我来求字 想打折还是怎么样 这种人 你们就请莫再来 齐白石本人 对于自己的字呢 他是非常的自负的 我们虽然说 他的画是最有名的 但他自己呢 自评 说他是 诗第一 印第二 字第三 画第四 他把自己的话 排在了最后一位 这个某种程度上说呢 也是一种 字负 另一种 那个角度说呢 也是一个对他自己的 这种宣传 你看你们平时把我的画 夸到这么高 但是呢 在我看来 我的画 只不过是第四的 我有更好的东西 只不过你们 不能理解而已 关于学书呢 里拥有一句 非常著名的名言 叫做 伺我者死 物 血我者死 这句话呢 其实非常好地概括了 我们在学书的过程中 临帖 学习古人 和写出自我风格的 这么一种平衡的关系 那乍一看呢 他的这个意思就是说 不要学古人 因为 学了就死 向了就俗嘛 但实际上呢 学习古人 临帖 并且相似 这都是学习者的一个 必经之路 否则你说你不学 就自己瞎滑了 然后呢 即使学了 写的也不相似 那学的有什么意义呢 但是反之呢 如果经过了 学习的一段时间之后 还是一味地 去追求 样貌上的相似 如果一味地 学了一辈子 还是在一步一驱地 学习某一个人的风格的话 那就是彻底 没有什么出路 只是死路一条 而似我者俗呢 这句话其实 可以说预言了 我们书法史之后 很多大师 他们身后的追随者众多 但是反而越写越俗的 这么一种现象 这种例子有很多啊 比如说之前我们曾经讲过的 严真卿的楷书 包括柳公权的楷书 那他们 本人的这个造诣是非常高的 他们把凯法推向了一个 非常纠结的一种美感 但是呢 后世的学习他们的人 把他们的写法写得僵化了 没有变化 而过于去追求 他们的那种细节的雕琢 让他们 使得呢 模仿出来 虽然很像 但失去了那种灵动的书写感 以及创造性 因此 像本身的他们的 严柳的楷书是非常好的 但是学书人 把他学俗了 导致了 甚至很多后来人 是反而认为严柳的楷书 本身是俗的 那么这种 就叫四我者俗 另外再比如说 像赵孟甫 他在元代的影响力非常大 导致呢 后世也有很多人 学习赵孟甫 学习赵孟甫的人呢 往往很难学到 赵孟甫本身的精华 因为赵孟甫本人的字呢 他属于从表面上看 从解体上看 并没有非常的出彩 并不像比如说 宋斯嘉那样 从结构上 就给人一种 耳目一新 非常强烈的冲击 他的解体上呢 非常的中正平和 也和他本身是南宋 这个皇帝的后裔有关 他本身呢 写的是雍容大度 所以呢 并没有非常大的 个性的体现 但是呢 仔细观察赵孟甫的用笔 就会发现 他的用笔是非常精道 在这个非常快的 书写速度的同时 能够保证灵活 变化 笔下生风 并且呢 笔笔有神 他的每一笔 每一画 都是 都是相互依托 层层递进 所以呢 后人学习张孟甫 或是呢 直接 只学习他的这个 并不 本身就并不怎么 让外人看来 并不怎么出彩的 这个结构 并且呢 初学者学习他 这种用笔 肯定也达不到 他的那种精度 因此呢 表面上看起来 学得很像了 实际上呢 再仔细看 那每一笔 都不是那么回事 于是呢 后世这种模仿 拙劣的模仿 多了之后 让人反而去 追溯到赵孟甫那里 说赵孟甫本人 写的俗 那这就为赵孟甫本人 招来了非常多 没有必要的批评 这也是四我者俗 学我者死的 这么一个 非常明显的例子 而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还可以理解为说 这个四我者俗呢 因为我们 尤其是初学者 在学习的时候啊 学一个东西 经常会抓住 某一个人的 这种个人特征 去学习他的这个 比较明显的地方 这样呢 一来是上手快 二来呢 你把这个个人的 个人特征写出来了 别人一眼 哎就能看出来 你学的谁 于是呢 就看起来 似乎是比较内行 但是呢 往往一个人的 个人特征 它是伴随着 一个人的习气 和毛病而生的 那比如说我们 写李白海的字 你知道了 它的特征是 往左倾斜 并且呢 它得有一些 长竖 长撇等等 写的非常的突出 那你就去拼命 抓住这个风格 别人确实一眼 能看出来 你是李白海 但是呢 你并没有抓到 它这个解体上的精髓 它如何在 万一写之中 又能追求出这种 动态的平衡 而且字与字之间的 这种呼应 也没有学到 那只看到了一些 表面的这种 笔画的特征 写出来是非常 似是而非的 那这也就落入了 另一种思路 所以呢 我们在学书的过程中 往往其实要学的 不是某一个书家的个性 而是去追求很多书家 它用笔上 它结构上的那个共性 抓住它 为什么要这么写 它这么写 它每笔之间的呼应 它的连带是什么 把笔法和结构结合起来 这个才是一个 正常的学习的一个途径 那这样学出来之后呢 也才能更容易 把自己对于字的理解 融入进去 形成自己的风格 从另一个层面讲呢 我们现在也经常能看到 很多现代的老师 包括古代的一些人们 所发出的一些评论 一些书论 现代的人对古代人的一些评价等等 而在看这些评价的时候呢 我们也应该多多关注 他们提到的一些共性 就比如像我刚才举的一些例子 像很多老师都会认为说 蓝婷旭啊 林飞经啊 包括志永千字文这种 它这种墨迹 这种细节非常精道的东西 不适合初学者 或者自学者 来自己去研究 容易陷入这种细枝末节之中 像这种 很多老师 很多人都有这种认为的 那往往 这可能就是比较可靠的论断 而像有一些 人们他会为了博出位啊 说一些非常天真 非常幼稚 非常语出惊人的话 那这种话 我们可以多看一看 其他人是不是也这么说 如果也是 如果很多人都有类似的观点 那就来 就可以去研究一下 他们的道理在哪 如果只是一个别人的 语不经 人死不休 那就让他们休息去吧 那今天关于李北海的字 我们就先讲到这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 跟我多多交流 那也感谢大家 一直以来的关注 谢谢大家 我们下周再见 我们下周再见